9月20日,美团点评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挂牌,美团点评是继2018年7月上市的小米公司之后,港交所第二支同股不同权的股票。 上午90整,美团点评开盘价报每股72.9港元,较69港元的发行价上涨5.65%,总市值超过4000亿港元,成为BAT之后的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司。 美团创始人兼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兴,持有公司11.44%的股权,市值达到约458亿港元,王兴参加了名罗敲钟开市仪式,还向香港公益金捐款100万港元。 王兴表示,他感谢支持美团的每一位客户和员工。 王兴在致辞中还特别感谢了乔布斯,他称如果没有智能手机,如果没有乔布斯发明了iPhone,没有移动互联网,就没有美团点评现在的一切。 美团点评公司首席财务官陈绍辉表示,公司处于中国高速增长的生活服务大板块中,未来将聚焦于影视相关的更有潜力的产业,比如公司会在流量、支付、地图和营销等多个方面和腾讯展开合作。 他特别提到,公司在2018年4月全资收购的摩拜,将是未来美团平台会员服务中的重要一块,有信心将摩拜和美团深度整合,优化摩拜,提升营运效率。 我们有信心进一步优化摩拜的运营和财务,我们现在正在处于这个整合的过程当中,我们目前的进展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,我们现在已经大概可以在美团的这个APP,美团的产品上直接使用摩拜的服务了。 王兴则认为共享单车会持续存在,大众在未来10年至20年可能会减少使用智能手机,但将来单车会是大势所趋,公司有信心把共享单车做成一个有价值的业务。